上个视频咱们画过了密函数的图像 接下来就该看看定义了 密函数在第一项线都有图像 也就是说密函数的定义一定包含全体正实数 那你要考虑的其实就两点 有没有0,有没有负数 有没有0是要看指数的正负型 当指数大于0时 比如x的1次方,x的2次方,x的2分之1次方 图像都过远点,那定义就包含0 当指数小于或者等于0时 比如x的0次方,x的-1次方 图像跟y轴没有交点,定义就没有0 有没有0很容易判断 而有没有负数也不难 你只要看一下指数的分母是奇数还是偶数就行 比如x的2分之1次方 它可以改写成2次根号x 而x的3分之1次方 它可以改写成3次根号x 也就是分母是几就开几次方 前面学过 开偶次方时,底数必须为非负数 所以这个x就必须大于等于0 也就是说,如果指数的分母为偶数 则定义不含负数 好了,怎么判断密函数的定义里 是否有0以及是否有负数的方法 我都讲完了 那要求密函数的定义 你只要把这两件事都想清楚就行 比如,求密函数y等于x的3分之3次方的定义 你先看有没有0 指数大于0 所以定义就有0 再看有没有负数 指数分母为偶数 所以定义没负数 又因为密函数的定义一定包含全体正式数 那这个函数定义就是x大于等于0 再比如 求密函数y等于x的负3分之5次方的定义 先看有没有0 指数小于0 所以定义不含0 再看有没有负数 指数分母为奇数 则定义有负数 又因为密函数的定义一定包含全体正式数 那这个函数定义就是全体负式数 加上全体正式数 也就是x大于0或者小于0 好了,如何判断密函数的定义 我就讲到这里 总的来说就两点 首先,密函数的定义里一定包含全体正式数 其次,你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是定义里有没有0 以及有没有负数 搞清楚了这两点 密函数的定义就能搞定 怎么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赶紧刷题去吧